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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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很多人每日都會拿著iPhone 經常都機不離手 乘坐地鐵有用 食飯有用 你想想,現在哪會有人拿起一份真報章來看? 要看都上網看 不过有些人还希望可以有报纸的牌板 所以就会有数码报纸出现 香港的免费报纸都有做数码的版本 比传统的做得更加好 美国最近都出了一份新的数码报纸 叫做The Daily 你看看可以这样看 又可以这样看 还可以这样看 是不是又帅又帅 平时在报纸上连着的Red Puzzle 数据等等都要找支笔来玩 不过现在他们都变成一个真正的游戏 还可以在Game Center和其他人一起玩 这份报纸可以一个星期美金9.99去订 算下都是大约8元港元一个星期 其实买一份报纸都要6元 想想又真是挺划算的 虽然现在讲Tablet 很多人第一时间都只是想起iPad 不过这个情况很快就会改变了 因为Google刚刚公布了更多的Android 3.0消息 似乎要发达来做 新的Android 3.0 Honeycomb 介面为Tablet做了不少的优化 有点像Desktop的操作介面 只是优化介面 但是程式不支援又怎样呢 他们示范了这个CNN iReport 将新闻图片和影片传送给CNN 哇连iPad都没做到 很多人买iPad都是为了打机 因为这么大的MON用来玩游戏 整个感觉好多 Google也看中了这个特点 所以在Android 3.0支援不同的3D游戏 你看看画面 这么多不同的3D特效 都是这么顺利 似乎iPad的优势好为及普遍 另外它还有其他的改准 例如加入Inet Purchase 功能 可以在程式内购买不同的升级功能 虽然这些功能 有些苹果一早就支援了 不过见Google这么积极 若苹果不做些东西 分分钟地会是不保 现在每个手机平台都有Market 不过有时上网看到 正好的程式推介 每次都要在手机里找 有时都很麻烦 近日Google就推出了Android Red Market 只要上这个网址 就可以看到和手机版一样 有关于程式的详细资料和预览图 而且一按就可以买到收费和预费程式 更加会自动安装到你的手机里 是不是很方便呢 不过要提醒你 如果你用Custom Worm 可能会在某些情况下 用不到Red Market 另外有外国网站说 这个Red Market 其实这样做是有严重的安全漏洞 因为黑黑如果盗取到用户的资料 就可以和你不断乱运程式 到时就真的哭都无谓了 既然有这样的问题 希望Google 会在保安方面做得足些 iOS 4.2 都出了很久 但大部分的用家都会Jailbreak 之前要Jailbreak 又要有这样 又要有那样 那么麻烦 我都不会搞 但现在就有个完美版的工具 就是这个Green Poison RC5 它除了有Mac版之外 连Windows的用家都有份 下转后 先将iPhone iPad 或者iPod touch 透过iTools 升级上iOS 4.2 之后再开个Green Poison 跟着指示做就可以了 整个过程 不再需要这样那样才搞到 等我立即追回iPad 先 早前我们报道过Chrome的新版 以支持WebM影片格式为理由 不再对H.264的影片做出支援 但对于网站公司来说 真是玩残他们 因为很多程式都可以把影片 输出成H.264 现在又要特意弄多个WebM版本出来 又要用额外的程式来做 那么麻烦 不如用Fresh好过吧 不过微眼最近以行动回应 就是为Chrome提供了外挂程式 当遇到HTML5的H.264影片的时候 就会自动以Windows Media Player来播 不过这个外挂只是支援Windows 7 用Mac的朋友就暂时没办法了 但苹果会不会有特意写 H.264的外挂程式 给Mac版的Chrome用户呢 最近有市场调查指 Android市场占有率上升到26% 打赢iPhone的17% 所以就有些人说 Android现在开始当道了 不过最近Verizon正式开售iPhone4 就证明了iPhone还是俘虜了很多人的心 虽然iPhone4已经开售了一段日子 但他们预售的时候 未够24个钟就已经卖光了 看回之前 AT&T读加买iPhone的时候 虽然都是卖到缺货 但人家也要翌日才卖光 有分析员就估计 苹果今次注售 买了10万部 销程非常好 今个星期的科技新闻提要报道完毕 记得C10WinAndMacTV.com 看更多的IT节目 更多的IT节目 更多的IT